大家好,欢迎来到巨蝎仔仔频道 今天蝎仔要来说一个保持通话的故事 阿远是名玩具设计师 老公很早就撬鞭子去了 留下他和六岁的女儿阿婷相依为命 这天早上,他一如往常送完女儿阿婷上学后 在去上班的路上,遭人撞车置昏迷 醒后发现一群凶神扼杀的黑衣人在他家乱翻东西 黑衣首领阿刘还把拼命求救的费用当藏载了 阿远随后被穷尽在一间旧货柜里 害怕得他四处展望 发现了一个电话 正要上前用电话求救时 就被黑衣人当场用铲子打烂了 就在他感到绝望时 话筒传来了吱吱声 略懂电路知识的他 立马把电话拼揍了起来 背景千丧万苦 终于成功拨通了一个随机电话 借到他求救电话的四个到处收账的财务支援阿乐 当时正要赶完机场换送他儿子到澳洲升学 起初还有点半信半疑 可听到阿远在电话里头气不成声叫他千万不要挂电话 并保持通话 还哀求他把电话交给附近的警察 善良的他立马拦下了眼路的交警阿辉 并把电话交给了他 话才说到一半 阿远就发现匪徒回来了 他把话筒放下用了身上的外套遮盖电话 同一时间 伙伴护救阿辉对面间发生交通事故 请他过去看看 转头在接听电话时 没了声音 认为阿勒报假案的阿辉把电话归还后便离开了 阿勒在电话里 听到阿勒质问阿远的弟弟在哪里 阿远说自己不知道弟弟在哪里 然后就听见了一声枪声 才发现事太严重 阿勒威胁说他将去绑架阿远放学的女儿 阿远趁匪徒走后 拜托阿勒尽快赶到学校救他 但自己还有点时间 阿勒答应阿远帮他这个忙 在有惊无险的赶到学校后 却因为教导主人的阻扰 导致阿勒与阿婷插肩而过 最后目睹他被阿刘绑走 阿勒一路飞车追赶 却被前面发生交通事故而跟丢 他领机一栋把车倒退 然后沿着小路 再经过水渠 用最快的速度冲上斜坡 让车子直接飞奔的停靠在马路上 他不顾一切在马路上逆向行驶 导致马路上的车来不及闪躲而搞到翻车 下一秒撞向施工组 施工网勾住了车子 把正在施工的工轮当场拖着走 当阿勒想减速时 却发现刹车失灵了 最后撞向一辆装满货的大卡车 导致翻车 阿勒捡起同时留在车里的手枪 从车里爬了出去 可热心的他还不放弃 登上一辆车继续追 可这时他发现手机电量不足 情急之下 他便到附近商场里的手机专卖店 找主栏买充电器 可主栏问了他一大堆没完没了的问题之后 转身又去抛比他高的牛 迫于无奈 阿勒只好当众扣动扳机 压坏的主栏立马向阿勒鞠躬 并叫出充电器 阿勒给了主栏操耳的操标后便匆匆离去 跑出去中途 阿勒把手机掉在了迎面向他开来的长捧车 索性脑筋转得快的阿远 对车主说 只要你把车停下 让后面追着你的男人过来 他手上拿着的礼物就是你的了 才让阿勒能上车 手机充电 可抢到车的阿勒 早已跟丢了阿勒 时时的阿勒利用阿婷威信阿员 若不把东西叫出来 就宰了他 索性 助手来电告知 原地从山上摔下来被送进了医院 阿勒才暂时放过两人 立马赶往医院 后来阿勒也跟着阿员给出的情报来到了医院 却发现 阿勒就走在自己前面 于是他便套出手枪 往阿勒前进的方向抛去 进而使他们被下楼的警方扣留 但后来目睹阿勒一火 集体拿出国际刑警证件 时感到震惊的阿勒 开始四处寻找原地 惊计之下却不小心救错人 而使原地被阿勒一火带走 下班后的阿勒从新闻得知阿勒牵扯绑架 和在商场里打架了一个要价199块的充电器 由此疑惑阿勒对他早上报的案后 便到阿员家查看 而阿勒派钱留守在那里的助手 却冒充阿员说 自己好的很 也没跟阿勒通过电话 离开后的阿勒依旧对此事耿耿于怀 于是托同事找到了阿员家的电话号码 拨了过去 发现电话录音和刚见过的女子口音完全不符 于是他爬墙闯入了阿员家 看到了被翻得乱七八糟的客厅 还发现了被下毒手的费用 正要通知同事时 听到动静的女助手 一静悄悄下楼对他展开攻击 阿勒将其枪杀后 发现他同事国际刑警 阿勒认为 这跟他整班的一起毒贩烧车案疑似有关 捡起他掉下的手机 持续追踪 阿勒跟踪他们来到了原地 常来玩遥控飞机的山头 穆斯阿勒挟持着原地 找到掉落山下的一个背包 阿勒当机立断抢过背包后 便马上逃离 途中看见车上正谈情说爱的情侣 便二话不说 抢车开下山去 一不小心车子打滑 滚下了三崖 害怕的阿勒 过背包后 打开车门跳了出去 死里逃生的他 查看背包里的摄像机 内容是原地玩遥控飞机时 无意中拍到阿勒一伙 在三脚下宅了犯人 当屋的追证 阿勒打电话求救的事情 被看守发现 一怒之下 他用力掐着阿勒脖子 按到墙板上 快透不过气的阿勒 搭起一块木板的铁钉 直接让张开大口的跟班吃下后 掏出了货柜 救到女儿后的他 命的向前跑 却还是被赶回来的阿勒抓了回去 拿不到瑟鲁吉的阿勒 抵阿勒 若不说出阿勒的下落 就避了原地和阿婷 就在这时 阿勒用了在包里找到的原地手机 拨给了阿勒 接听的是没收阿勒手机的阿勒 为了能见孩子一面 阿勒让阿勒到机场进行交易 另一头的阿辉 看到了胡子传给女助手的信息 也跟着前往机场 他还叫上阿兆 派人一同前往 抵达机场大厅的阿勒 正要冲向儿子时 阿勒却在此时突然出现 最终只能含着泪眼 真正看着哭泣的儿子 进入后机室 心情复杂的他决定救出阿勒一家 他逼迫阿勒 阿勒一家放跑是对头的一辆警车 不被发现 阿勒穿上在一旁顺手拿下的外套 又戴上了帽子 可依旧逃不过众人的法眼 不慎被阿勒一伙发现 经过一连串追逐后 阿勒和阿赵赶到现场将阿勒一伙逮捕 阿勒把藏在男厕所的色录机交给阿赵后 却发现阿赵和阿勒竟然是一伙的 阿勒散掉录像后 对阿勒下手 索性收到消息的阿勒及时赶到 双方发生交火 阿勒趁其逃跑到机场货场里 众人也随后跟上 阿勒被胡子弄伤后 利用手臂上的鲜血磨在胡子双眼处 随即拿了一旁的梯子 套老字胡子 把他推到墙角处 阿勒见阿赵想用起重车置自己于死地 便急忙闪到一边 胡子也就这样被阿赵不小心搞定了 阿赵不放弃持续追赶 阿勒立即捡起一把手枪 然后躲到柜子里 再将穷追不舍的阿赵两枪搞定 无路可逃的阿勒跳到了脚手架上 不肯放过他的阿勒开枪扫射 却没一枪射中 愤怒地将阿勒踢下脚手架 聪明的阿勒早已将录影复制到手机上 坦言若自己掉下去 就立马发到警局 阿勒同归于尽 当阿勒被自己拉住的神网 缠住腿得以幸存时 阿勒这时却被神网绊倒 跌了下去 当场摔去西天 另一边警察把正要对阿勒一家 下毒手的阿勒助手送去西天后 便救出他们 大批记者赶到现场进行报道 阿辉帮阿勒解为一天所犯下的事情后 感谢他帮自己抢回所有的名誉 便赶回家做饭给老婆吃 远之时通过回播原地的手机 对阿勒说 另一头的阿勒儿子 在后继室里 看见父亲是英雄的直播新闻后 便跑出来和父亲见面 最后经历了千辛万苦的阿勒 终于能与儿子拥抱送行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 喜欢邪仔的视频 记得按赞 分享 订阅 下个视频再会